大家好, 我是Alex 今集繼續在葡萄牙里斯本去不同地方拍照 第一站叫做聖湖斯塔電梯 這個電梯超過百年歷史 現在是由馬達做動力 但最之前是用蒸汽機, 相當有特色 這個電梯是上山的 我們可以選擇搭電梯或行路上去 搭這個電梯要給6歐羅 但這種特色, 給6歐羅試一試都值得 說就說搭升降機上山, 其實不是很高 大約是六、七層左右 上去有一個小型平台 另外還有一條天橋搭到另一個平台 那邊有餐廳 只可惜上面的天橋是為了鐵絲網 我們這些無反機的鏡頭比較大 都會比鐵絲網的洞阻礙少少 這些小型的傻瓜機 或者拉卡M機的鏡頭比較小 就可以伸出去拍照 不受阻礙了 所以在這條天橋我拍不到照 我要去到另一個平台 有地方有空間 我就可以換到不同的鏡頭拍了 這條景觀都幾闊 除了拿彎稿拍幾張大景之外 亦都適合拿長鏡去拍照 大家就慢慢看一下照片 再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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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山上拍照,休息一下,就去了李斯本一家出名的巴西人咖啡厅喝咖啡 这里除了咖啡出名之外,其实葡萄特也不错 这里除了本地人会光顺之外,游客也会经常来 原因是因为这里很漂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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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去了商業廣場 商業廣場原本是一座皇宮 但皇宮在里斯本大地鎮時摧毀 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廣場 商業廣場中处立了大地鎮宗時任國王 若窄一世的雕像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非常好太陽 天氣亦很藍 就讓我們用相機曝光捉影拍照吧 就是非常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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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